嗨,我是Steven,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我在新加坡做工已经差不多要二十多年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发生一些问题,经济上的问题 那我又毕业了嘛,就找不到工 所以我决定一个人飞去新加坡找工作 所以那是我在那边的开始 本身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现在做property这个行业差不多二十年了 压力很大,因为做生意而亏大钱 当时如果我知道认识老师更早的话 我可能可以翻身了,现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如果是这样讲识,它是一个知识很深入 我没有看过这样深入的老师 然后会完完全全跟你讲 这个我觉得真实感在那边 我又重新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来给我多一个新的起点 所以我觉得要谢谢老师 除了感谢,其实是 我应该是讲缘分啦 东西没有这么巧合啦 如果当时没有听到它,也不会来 也不会有这种以后的去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只能讲除了感谢,还是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杀赏了